大家好 这个电磁科普系列的教材 是属于教育部加速行动宽频服务及产业发展计划中 电磁教育跨校联盟计划 它的教材开发成果的一部分 那我们这一份电磁科普教材的主题主要是要讨论 漫谈电磁学发展跟无线通讯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手机的时代 每个人人手一机 而手机之所以称之为手机 绝对不是因为它具有可以拍照、录影 可以作为行事例 可以做机事本 或可以作为闹钟的功能 最主要它之所以可以有这么重要 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个地位 就是因为它可以进行无线通讯 那不管是透过这个基地台的行动通讯 就是利用我们所谓的2G、3G 乃至于到4G的这种通讯系统 那当然也还包含像WiFi 或是像蓝牙等等 那不管是哪一种的无线通讯系统 顾名思义呢 无线就是没有线的意思嘛 那资料或是这些影音资料呢 它还是需要传递 而这个传递的过程 就是需要透过一条 看不到的虚拟的一条线 那这条线其实就是我们 这边要讲的主题叫电磁波 那因为无线通讯系统 在过去这十几年来的这个快速发展 电磁波已经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那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当中 不过目前为止很多的民众对于这些电磁波 或多或少都有健康或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我们希望呢可以从这个我们这一份这个电磁科普的一些教材里头 然后让大家更认识这个电磁现象更认识电磁波 那我们会从电磁学的历史发展来了解这些电磁现象 进一步了解它的一些基本特性 那我们希望可以破除大家对于这个电磁波不必要的恐惧 那我们这一份电磁科普教材主要包含了两个部分 这边是第一部分 那在第一部分里头最主要就是要跟大家介绍电磁学的前世今生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个电磁学 它发展过程中有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件 那这些事件当然也帮助我们了解 也解释了这些基本的电磁现象 那在第二的部分呢就是要利用大家比较熟悉的 名侦探柯南当成一个例子 因为他在里头有一个少年侦探徽章 它是作为一个无线通讯的一个器材使用 那我们会从它出发去讨论一下它的基本的通讯的原理 它的架构等等 那进一步可以讨论到我们现在现行的这些无线通讯系统 它的架构 然后我们会讨论一下基地台它的必要性 以及大家对于它的一些基本的疑虑 那首先我们要讨论这个历史发展 我们就要从远古时期开始 那在很早很早以前呢 早在这个西元前一千多年前 大概距现在大概三千多年前 古希腊人就知道可以拿布皮 拿来摩擦这个琥珀 那琥珀呢摩擦之后就可以拿来吸引这个羽毛 或头发这种很轻巧的东西 那这个现象我们现在都知道就是所谓静电的现象 那因为琥珀这个字 它的古希腊文叫Electron 那所以后来我们在英文上这个电 Electricity或是Electron这个字 它的字根源源自于这个希腊文的部分 那除了静电之外呢 古希腊人也发现了这个禁死的现象 早在西元前的六百多年前 这个古希腊在一个小镇叫Magnesia 这个地方它有产一种特殊的矿石 那当地人发现啊 这个矿石啊就可以拿来 你就发现它可以吸引这个铁屑 那这是早期在发现静电跟禁死的现象 那当然另外不只是西方世界有这些发现 在东方也是在古时代的中国 中国的战国时代 西元前两百多年前 事实上中国人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禁死的方向性 那这个当然跟西方发现只是纯禁死的现象 还是有些许的不同 它比较进步一点 那这个 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指南针 就是中国所发明的 那他们当时呢 其实就是将磁石呢 磨成一个很像汤匙的形状 就像右边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很像汤匙的东西 把它磨成像汤匙的东西 那当然磨得非常轻巧 那把它摆在一个镜面上面 那他们就发现说 这个汤匙的部分 我们把它做旋转 最后都会固定指向某一个特定的方向 那当然就是指南针的由来 那当然这样的架构 那他们也称之为叫指南 或叫思南 思直就是指的意思 那整个人类的文明啊 在讨论这个电跟磁的现象 就到这边 就到了一个段落 那原因很简单 在西方世界主要受到的这个 宗教的这些教条的限制 他们认为说 万物都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啊 所以它的运行是有它的道理 那我们人类不应该去思考 不应该去挑战这些 万物它运作的这些原理 所以就没有人去进一步讨论这些 静电或禁止的现象 而在东方的世界 尤其是中国啊 就受到了这个儒家思想的影响 那大部分的人 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都是 主要是在做一些营施作对啦 然后准备科举考试的这些事情上 所以也没有太多心思花在这些 基本的自然原理的探究上面 那这一切就这样禁止了 一直到西元大约17世纪初 科学家们才开始有所谓的 系统化的研究这些电跟磁的现象 那在这些系统化的研究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导火线 或是整个引爆点呢 则是来自欧陆的整个一个社会运动 就是我们很现在很熟悉的这个 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 那欧洲这个文艺复兴 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运动 因为它追求的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 希望不要再被这些宗教的教条所禁锢了 就是我们可以多思考一些社会科学的东西 那他们想要寻求自然界的真理 那进而也发展出了所谓的科学方法 那我们现在当然都很熟悉 什么叫科学方法 就是一个事情不管是A做或是B做 那在哪里做 那只要条件给的都一样 理论上我们都可以复制出 可以重复相同的现象相同的观察这样子 那在这其中鼓吹这些科学方法里头 这个英国的William Gilbert 算是一个县区 他非常的大力的去鼓吹这些使用科学方法 那他自己也以身作者用科学的方法 然后进行了一些电根词的相关研究 那当然Gilbert 他基本上他是英国 英国这个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太医 所以他基本上也是有钱又有闲 算是一个人称胜利组 那所以他就有这个时间可以做这些相关的研究 那于是他在西元1600年的时候 就依据他做这些电根词的这些相关实验的结果 以及他的观察以及他的假设 他就写了一个巨著 一本磁学的巨著叫 叫论磁石 那在这里面他就把他过去所有相关的这些电根词的实验的观察 以及假说他自己的一些假设 全部把它写进去了 那这里面我们这边就归纳了几个很重要的点 第一个他第一个观察就是说 这个电根词是两种不太一样的现象 是不同的现象 第二个他发现说 词石的正负极是不能独立分开的 我拿一个磁铁来 我把对半切 结果发现就变成两个磁铁 再对半切就变成四个磁铁 一直下去 完全没有办法把正极跟负极给独立分开来 那当然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 他的第一个观察可能是错的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 因为电根词不是两个不同独立的现象 他们两个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一体的两面 那第二点他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办法证明他是错的 那是可以说他是目前为止是对的 那接着他也提出了他的一个假说 他说地球呢就好像是一块很大很大的磁铁 正极在南负极在北 那所以我们的磁针啊永远都会是指的南北下 那当然这一点到目前为止 我们根据地球科学的了解也的确是如此 那另外在Gilbert的部分 他有一个很重要贡献 在他的这本论词史的书里头呢 他也是首先使用这个electron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古希腊文这个 琥珀这个字用来描述电 那也因为他后世的人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用electron来讲 这就是电子 好那有了这个Gilbert 这个科学方法的引入 然后以及他的一些基本的 基本的实验观察跟假说之后 那接下来在1752年 有一个很重要的实验也被做出来了 那这个实验的主角 就是我们很有名的这个班杰明·富兰克林 他是美国的开国元勋 那因为他在政治上以及在科学上 有很重要的贡献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 你会发现在美金的这个100块上面 他的纸钞上面的人头 其实就是富兰克林 好那富兰克林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其实发现啊 如果把两个带电球靠得很近 非常非常近 那会中间会出现电弧 就有点像火花放电的这个现象 那这个电弧啊 就跟我们在暴风雨的时候 在天空中发生的这个闪电 那个感觉很像 因此他有了这样的念头 他觉得这个天上的这个闪电 跟我们一般的这个摩擦声电的这个电 是不是很很很类似 搞不好他们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兴起了这个念头 就想要去把天上的电给抓下来 然后想要试着用一些科学方法 去证明说天上的电跟 我们摩擦声电的电是一样的 因此他设计了一个实验啊 他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日子里面 那就跑到户外去 就放了一个风针 那当然这个风针的线是用金属所做的 那因此可以比较容易被雷达到 那在风针的这个下端 也就是他他拉的这个部分呢 他就把它引入了一个 一个很像电瓶的东西 很像电池的东西 那最主要就是把收下来的 被雷达到这个电给收下来 那他当然很幸运的就 就传说中他就把这个电给收下来了 闪电给收下来了 那把这个收下来的电呢 他就后来就做了一些测试 那就发现这个天上的电跟摩擦升电的电 其实是一样的 因此呢 他就认为说其实电都是一样的 那只是有分成正电跟负电两种而已 那因此他也就定义了这个正电跟负电 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正电跟负电 这个定义 其实就是富兰克林 当年他所定义出来的 虽然说这个部分当然后面 而在科学上的发展里头 有些人认为说他当初的这个定义 对我们来讲不是很方便 有些人认为有这个疑虑 那当然因为他是最早做了这个证明的人 所以我们后世其实也都是以 以富兰克林当年的这个定义 正电跟负电来使用 那当然他这个实验其实危险性非常非常的高 需要很很高很高的运气才有办法成功 那所以听说在同一个时期 他在做这个实验的时期 那其实有别的科学家 丹麦的科学家也尝试着想要做类似的实验 不过运气就比较不好 所以就被电死了 那富兰克林除了这个正名的正电跟负电之外 他其实还有另外有一个也算是有名的发明 就是叫避雷针 那他当然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西方世界他们的教会教堂 通常都会有一个塔 这个塔上面有一个十字架是金属做的 所以其实在附近的区域来讲 都是特别容易被雷打到的区域 那可是一般以信仰来讲 他们都认为这是上帝为了要传达旨意 然后所以就会透过这个打雷的方式来传达 那所以这个教堂也就是我们信仰中心 就比较容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觉得很正常 可是这个富兰克林就发明这个避雷针啊 那可以把这个雷给引导到地底下 而不会产生任何的破坏 那当然这个发明一开始推广的时候 就受到这些宗教人士的抗拒 因为他们觉得 你就是在挑战上帝的权利嘛 上帝想要发表他的意见 你不让他发表 这样不太好 这样子 那可是后来发现真的还蛮有效的 那也可以避免一些火灾啊 或是一些破坏的发生 所以后来 其实大家还是偷偷的就把它装上了 所以即使到现在 在一些教堂的塔上面 你还是可以看到除了十字架以外 还是有避雷针 好 那有了这个库伦很重要的证明之后 那我们就知道 那现在电就只剩下正根负两种电了 那不管是怎么样产生的电 他们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接着到了1777年啊 这个库伦 法国的工程师库伦呢 他也是一个很会做实验的高手 他首先发明了一个扭秤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扭秤呢 就可以用来量测 两个带电球之间的这个静电力的大小 那这个扭秤基本的原理就是透过这个旋转的这个角度 然后会正比于他所受的这个扭力的关系 然后才去测定说这个两个带电球之间的这个受力是多少 那因此他用这个他所发明的这个扭秤 那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实验 然后做了定量的研究 也就是测定这个这个距离跟这个带电量 以及他受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最后归纳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定律 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这个库伦定律 他告诉我们说 哎 两个带电粒子之间啊 如果是同性 他带的电量如果是同性 那就相次 异性相吸 而且他们所受的力的大小跟这个粒子间 他们的距离平方成反比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跟带电粒子的电量成正比 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在电磁学 或是电磁学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在库伦之前 大部分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在讨论电磁现象都是属于一个定性的讨论 那到了库伦开始用一个精密的实验做很精确的测定 因此进入了这个定量的阶段 他可以用方程式数学形式把这些物理自然特性给写出来 那因为这个非常非常卓越的这个贡献 因此库伦后来也被我们定义成是一个电荷的这个国际标准单位 好那有了库伦定律之后呢 那我们当然对电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啦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这个电跟磁在科学史上发展 当然到现阶段来讲都还是两个独立的现象不相干 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1820年的时候 这个丹麦的物理学家俄斯特呢 他无意间在上课的时候发现了 这个一条通电的导线可以使得他旁边的这个磁针 本来应该是指南针嘛 磁针是一个指南针 结果他会偏转 他不会只是指向南北向 那这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这所谓电流的磁效应 也就是电流可以产生磁场 那当然他看到这个现象之后 心里也觉得很奇怪 那当然这个科学方法告诉我们 东西是必须要能够重复给实现的 因此他很快的重复了好几次这样的实验 然后做了一些测定之后 那确定这个的确是一个他发现的一个现象 就很快的就发表这个论文 也就是电流磁效应 电流可以产生磁场 这样的一个论文 那这个论文发表以后呢 这个法国的电学大师安培啊 他其实也是花了很多的心力 在这方面相关电流相关的一些研究上面 看到了俄斯特的这个论文之后 很快的就延伸他的东西 然后测定了说 两条平行导线上的电流啊 如果我把两条导线 然后给他通电 那电流如果同向 这两条导线之间 会有一个吸引的力量 那如果相反 则会有次力 那接着他也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啊 把这个电流的磁效应 不只是只是说 通电导线会产生磁场 那进一步还把这些导线 这个电流源跟这个 所产生的这个磁场 或磁力之间的关系给测定出来 然后用一个比较 清确的这个数学形式把它整理成 整理成这种数学公式的方法 那因此后来我们就认为说 这个电流产生磁场这个 这整个贡献呢 应该要归给 二斯特以及安培 而不是只有二斯特 那他们两个确立了 这个电流产生磁场的这个说法 那安培的贡献其实也真的是很大 因此后世我们就把这个 电流的这个国际标准单位 就称叫安培 好那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说 所以电跟磁不是独立的两个现象 而电可以产生磁 电流可以产生磁场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要怀疑说 那到底磁能不能产生电 那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位 英国的科学家就出现了 那就是法拉第 那法拉第其实是在看 在这个当年1821年的时候 就是等于是安培跟二斯特 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了之后 那大家开始对这个电生磁的这个现象 开始非常感兴趣了 那这时候他的好朋友邀请这个法拉第呢 法拉第好朋友邀请法拉第 来撰写一篇这种review的文章 一个历史回顾的文章 一个历史回顾的文章 电磁学的历史回顾 那这个法拉第是一个很很爱做实验 也很会做实验 非常非常心思细腻 而且手非常灵巧的一个实验科学家 那因此他在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之后 就很快的把他们所有的实验 全部给重做一遍 那因为他非常非常会做实验 那心思也非常细腻 因此他看到了这个二斯特跟安培 所提出的这个电流磁效应的 这个结果之后 他就开始想 那结果他就发明了 无意间他就发明了这个电动机 那这个电动机 就像我们中间这个图所示 各位可以看到 他在中间呢 有一个用烧杯装的 一些的这个水银 那正中间插了一个 一个强力的磁铁 那接着旁边他用电池 那拉着这个电线形成了一个回路 那因为水银本身也是导电的 那这边就有一个 一个金属导线插到这个水银里头 那透过这样子一个回路 那回路 因为电流就会产生磁场嘛 那这个磁场就会跟 在这个烧杯中间的这个磁铁所产生的磁场 产生互吸或互斥 因此他就可以绕着这个 到这个导线的部分 就可以绕着这个磁铁 然后开始运转 那就形成了电动机 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电能产生力学能 那这是在法拉第 他为了要重复这个前人实验 所发想的一个电动机 但是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那他当然在做完这些实验之后 他就开始想了 既然电可以生磁 那以这种造物者这么完美的 产生万物的这种状况 是不是磁也能生电呢 他就开始有这个假设出来 那因此他很快的就设计了像 右图的这样一个实验 中间有一根软铁棒 有一根软铁棒 那这个软铁棒的一头呢 他就绕了一堆的线圈 那这个线圈就接了一个电池 当然透过一个 一个开关接了一个电池 那另外一端呢 也是绕了一个线圈 然后接上减流剂 接上减流剂 那他就把这个开关给打开 结果发现简流剂就这样稍微抖一下 然后就怎么动怎么也不动 不管他怎么去改变这个 线圈绕的圈数啦 大小啦 然后软铁棒的这个材质啊 做了很多实验就发现 他完全也不动 OK那他当然就是很失望的再把它关掉 就关掉的瞬间当然也是 指针会稍微撬一下 挑动一下然后就再静止 再也不动 当然你看了很久 结果都不动 那他当然也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 那这个法拉第他完全不气呢 他就开始每天到实验室就打开这个装置 然后再继续做其他的研究 然后观察这些电流的现象 然后到下班之前再把这个开关给关掉 然后发现没有动 好那就回家了 就这样子过了十年 过了十年 在1831年9月23号的上午 他突然就恍然大悟了 这个就是醍醐灌顶啊 他突然就想到说 其实这个指针不是完全没动啊 他是在我打开以及关上的这个一瞬间 他的指针才会稍微抖动 那是什么意思 当我打开跟关上的瞬间代表 就是我瞬间通电 那瞬间就产生了 从没有到有产生磁场 以及我把它关掉的瞬间 就是从有到没有 磁场从原本有磁场到没有磁场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代表通过线圈的这个磁场呢 如果有随着时间改变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这个十变电场 随时间改变的磁场 对不起是十变磁场 那就可以产生感应电流 所以换句话说 我如果说可以随着时间不断的 改变磁场的大小的话 那我就可以不断的 不断的产生电流了 那因此我们说过就是法拉利非常的会做实验 他就马上设计了一个装置 是一个转轮 那这个转轮上面固定有一个磁铁 那两端接了这个 接了这个减流剂 那他不断的去转这个转轮 就发现这个减流剂 开始开始指针 开始不会是零 开始会会动 而且我转的速度快慢 也会影响这个指针的大跟小 这样子 那因此他也同时就发明了一个发电剂 那右下角这个图呢 其实就是他发发电机早期的一个一个模型 这样子 那当然有了电动机又有发电机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就可以有很多电 人为的可以产生很多的电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 那后人也因此就将这个1831年的9月23号 定为这个电机工业的诞生日 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法拉第真的很了不起 他从过去的人的一些实验的结果 很快的就可以发想出一些 可以改善我们人类生活的一些装置 包含前面讲的电动机 以及这边讲的这个发电机 那当然发电机这边更重要的是 他发现了这个磁能生电 也就是电磁感应现象 这是在整个电磁学发展上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而在法拉第发现了这个 1831年发现了这个电磁感应的这个 这一年呢 很重要的一位科学家他诞生了 那就是马克思维尔 那马克思维尔 那马克思维尔呢 他数学非常非常的强 那只是说他当然就是 早期他不是那么的顺遂 他的研究生涯并不是那么顺遂 直到被法拉第给挖掘出来 然后把他延览进入了这个皇家学院 那当然法拉第这个人也是非常慷慨 他就把他过去对于这个电磁相关的研究成果啦 那实验的笔记等等全部都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全部对他倾囊相受 因为他觉得以马克思维尔这个数学这么强的人 应该可以在电磁学上有所发挥这样子 那因此马克思维尔也不负众望 他就把法拉第跟前人实验结果归纳了 他当然自己也也也做了很多的实验 然后把这些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数学形式 然后最后呢 他提出了这个局势文明的 Maxwell方程式 而在这个Maxwell方程式里头 像右下角的四个方程式 当然这数学形式大家可能看看就好 那基本上他只是把前人的所发现的 包含这个库伦定律啦等等 这些安培定律 全部把它用数学形式给表达出来 他最主要功能就是这样子 而Maxwell他最核心的贡献 除了把它写成数学形式之外 另外一点就是他发现 我们说前面讲说电流可以产生磁场 然后十变磁场可以产生电场 那从数学的方程式上 Maxwell也发现说 其实为了整个数学的这个完整性 或他的漂亮 那他觉得十变磁场可以产生电场 那事实上是不是十变电场也可以产生磁场呢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整个方程式就完美了 那当然还包含了他有做了一些 数学的推导去证明说 其实应该要有这个 这个十变 十变电场的像 这样对整个数学形式来讲才是完整的 那因此他多增加了我 红色框起来的这个部分 多了这一项 那这一项呢就是十变电场像 那我们也称之为叫位移电流 所以他猜测说如果 如果十变磁场可以产生电场的话 那为了这个整个物理上的完整性 以及数学上的完整性 应该要多出这一项叫位移电流像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没有任何的实验的基础 他纯粹只是用他最基本的这些数学 以及物理的原理去去推测 做了这样的假设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那所以他的这个 所提出的接下来所提出的这些这些理论里头 就变得有点weak 因为他并没有真的实验去验证他 那接着他从他的理论里头就可以推出说 所以应该会 十变电场可以产生十变的磁场 十变的磁场可以产生十变的电场 那电升磁磁升电就可以 形成所谓的电磁波动 那这个电磁波呢 他其实就可以在空间中传播 而他传播的速度呢就等于光速 他就用理论的方式 预测了这个电磁波的存在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理论的提出 那大家可以想他并没有实验的验证 那就是用理论的方式提出的这些东西 当然难免就一定会招来大家的讨论 那当然当时呢就分成两大派 因为他纯粹是用理论的方式推导出来 那所以有一派是挺马派 就是挺maxwell派 那以及反maxwell派 那这两派人马当然各有各的立场 以挺马派的人来讲 当然是说他的整个formulation 他的整个这个数学推导非常的漂亮完整 那理论上看起来是很可行的 这样子 那当然反马派的人是说 你根本没有实验 你纯粹只是数学推推 然后就说有电磁波 那可是电磁波看不到摸不到啊 那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 那所以两派人马就开始起争执 而这时候呢 这个1879年啊 这个 德国政府为了这个米平双方的对立 这个普鲁士科学院呢 他们就 就建议政府呢 可以设立一个叫柏林奖 那我们就来鼓励啊 看有没有人能够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这个maxwell 他所提出的这个理论的正确或他是错的这样子 那只要能够用实验把它证明出来 那在三年内如果可以做到的话 那我们就提供一个高额的这个奖金给他这样子 那不过很不幸的就三年过去了 其实也没有人能够真的证明 不过索性啊这个几年之后没有太久 虽然等到时间发生的时候这个maxwell其实已经过世了 那但是至少在几年后这个hz呢 德国的这个hz 他就在实验室里头用简单的这个装置 就证明了这个maxwell他所预测的电磁波的确存在 他的做法其实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右边这个图 右边这是一个电瓶就是一个电池 那这边只是一个升压的升压的装置 一个一个一个升压的转换器 那当然中间还有一个开关啊 那接到这个电源呢 就把他接到这个偶级天线的部分 那在偶级天线中间呢 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gap 一个很小的缝隙 那我们知道这个 当你有两个带电核 带电粒子然后靠得很近的时候 他们会产生火花放电 那这边就类似这样的效果 我们利用电池提供 电池然后升压提供很高的电压 在这两个很接近的这个 这个导体之间 那就可以产生这个 瞬间的火花放电 那瞬间火花放电就是有一个 瞬间的这个十变的这个电流产生 那十变电流产生就可以产生 产生十变的磁场 那十变磁场就可以产生十变的电厂 那依此就可以产生电磁波 根据Maxwell的理论的话 那因此呢 他这里可以产生中间这里可以产生火花放电 那我们在附近也摆了一个接收天线 那这个接收天线是一个回路天线 那也是一样在他两端这里呢 有一个很小的很小的一个缝隙 那如果他有收到这个电磁波的话 那我当然假设电磁波的能量够大 那他产生的这个高压也会在这个缝隙中间呢 就产生了这个火花放电 因此我在右边这个发射端这里呢 按下开关 然后会在右边的这个这个天线上头 会看到火花放电 那在左边的这个接收端也会看到火花放电 虽然说他们两个中间可能间隔了一两公尺 甚至更远的距离 然后中间没有任何的联系这样子 那我们一样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证实了这个电磁波的存在 那在Hertz的这个实验里头呢 他所用的这个两个天线 刚好就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这个 最早的两个天线 那右边这个作为发射的天线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偶级天线 到现在都还有在使用 像我们早期在电视上面 有一些无线电视他们的接收天线 用的就类似这种的偶级天线 那他所使用的这个接收天线 也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接收天线 他是一个回路天线 那这个回路天线 其实有一些数位电视 或是一些数位的广播的接收天线 用的也是这种回路天线 就像我们这边放的一个例子 那所以Hertz就真的用实验的方式 证实了这个电磁波的存在 那因此它的重要性 其实就非常的高 那因此后世我们也称 这个电磁波 它的这个波动的频率的这个单位 或是乃至于甚至后来所有的频率 频率的单位我们都用Hertz表示 每秒钟几次就是这个Hertz 好那当然到目前为止都是比较科学上的这个发现 我们去探讨这些现象 那到1895年的时候 这个 这个 意大利的工程师马可尼 他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商业头脑的人 他就先做了一个测试 他看了这个 这个Hertz的实验 这些结果之后就在想 那我可不可以利用这个电磁波啊 来传送无线的讯号 那我就可以 做有点类似无线通讯的这个概念了 所以他当时就已经提出了类似这样无线通讯的概念 只是因为当时的通讯多大多数用的是这种电报 所以他的想法是要提供这种无线电报的服务 所以呢 他很快的 就把这个传统的这个有线电报的电报机 发射机呢 就接到了类似Hertz的这个发射器上面 那接着把这个发射器整组了 就放在一个船上 那在岸边呢 另外装了一个接收器 那接着把这个发射器跟这艘船呢 把它推到就是湖泊海的中央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距离已经有一大段的距离 就发现呢 这个在船上面的这个发射器 所发射的这些讯号呢 在岸边的接收器一样可以收得到 他非常非常的高兴啊 因为这个代表就是无线电报的确是可行的 那他这个实验也就告诉我们说 电磁波其实可以用来进行这种无线通讯 而这样的无线通讯可以不受这些地形地物的限制 还有距离的限制 因此马可宁就遇见了这种无线通讯的商机 他马上就成立集资成立的这个无线电报公司 他最早先在英吉利海峡 也就是在英法中间 英法两国中间建立了一个无线电报系统 从英国到法国 那成功的吸引很多当欧陆的这些媒体的注意 那我们又在下方这个图就是马可宁 长得还蛮帅的 跟他的这个无线电报发射机的这个整个 整个发射装置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就是他 发射天线跟他的电报机 那其实长得跟这个 这个Hertz的所用的这个天线 其实是有一点点像的 就是偶级天线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其实非常有野心 他想要更进一步 因此呢他就大胆的在做了一个很大的计划 就是在1901年的12月12号 他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无线电报 或是这个电磁波无远幅界的这个威力呢 他就在英国的南端的一个小渔村波尔度 架了一个高功率的电报发射站 长得有点像右下角这个图 那大家可以看到房子就在这里 这个天线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他觉得要能够传送整个 岳阳的这个无线电报 可能需要一个很高很高的天线 那当然从结果论来讲 他这样的想法也是对的 那在大西洋的对岸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加拿大纽芬兰的这个地方 他就利用风筝 利用风筝架了一个高达 大概150公尺左右的一个接收天线 所以发射天线在英国 我接收天线在这个对岸的这个纽芬兰的地方 那他当然成功的这个收发了这个无线电报 因此这个结果轰动一时 那当然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进展 人类代表我们人类可以 第一次可以用无线通讯的方式 横跨整个大西洋 进行即时的通讯 那是开启了我们文明发展的一个新技园 也就是我们整个无线通讯的一个开端 那也是因为他非常重要的贡献 后来我们就称这个马可尼是我们无线电之父 那他也因此在1909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奖 可以说是名利双收 那到这边当然整个电磁学的发展到了一个段落 不过呢其实电磁波在我们生活的应用才正要开始 他也才开始要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那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发展 那在军事上的需求更加速催生了这个电磁学的各种应用 那像现在我们很熟悉的各种 比方说汽车雷达这个雷达的部分 还有电磁炉微波炉 然后还有最近很热门的这个无线充电等等 也开始陆续诞生 到现在我们其实生活周遭离不开这些电磁波 那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个第一部分 这个历史回顾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对于电磁学的整个发展 然后仍乃至于对于电磁波这个现象本身有更进一步的了解